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 自律是最高级的自由 在现代社会中有一个流传极广的词叫自律为王 何谓自律 有句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个概念 自律就是逼着自己去做 不喜欢但应该做的事情 克制自己不去做喜欢 但不应该做的事情 人也只有将这两件事做到了极致 才是做到了真正的自律 自律的人都很辛苦 都要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 但也正是这种辛苦 为他们换得更多的自由 让他们在生活和事业上都能获得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人总是越自律越幸运 越幸运越接近成功 也唯有自律才能遇到更好的自己 自律的人都有着明确的目标 可望不可及的野心 就是在帮我们和意志力讨价还价 自律只是守的 目标则是我们需要获得的成就 为了自律而去自律 只是自讨苦吃 不自律的人 总是不太注重目标感 觉得什么都重要 什么都应该做 这样的结果是缺乏明确的方向 导致主次不分明 而那些那些自律而优秀的人 总是会设立清洗 细化的目标 并用这些目标不断驱动自己坚持和尝试 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位 被誉为最拼的年轻妈妈 她在生下孩子后 觉得自己的生活渐渐面目全非 所以她毅然做出了改变 每天清晨五点三时起床 读书做题一小时 六点半做早饭 七点给孩子喂饭穿衣 八点出门上班 每周至少跑步三次 读两本书 清段式一天排读 与朋友聚会一次 月底做好本月总结的同时 计划好下个月的安排 把要读的书提前买好 需要复习的材料提前整理好 每年的目标 跑步八百公里 读书一百本 慢慢接近理想中的学府 在这份计划表的督促下 2015年 她从130斤瘦到100斤 考上了北大研究证 2016年 跑步一千公里 读完一百本书 完成了一场马拉松 考到三个与工作相关的资格证 2017年上半年 每月跑步一百家公里 每月读书五家本 一个没有目标的自律者 生命中充斥着的都是我好想放弃 可是不行还得继续努力的无奈 他们的自律其实除了痛苦 并代不给他们任何余悦 长期的自律 要的不仅仅是对自己狠的下心 而是要因为感受到了内心的感召 发自真心的想做这件事 并在其后 不断的感受到这件事的益处 才能坚持做下去 所以自律从本质而言是对自我的一种控制 当你适应了自我控制后 就会越来越自信 因为你在一次次的完成目标中 知晓了自己对事物可以掌控到何种境地 自律从不是痛苦和磨练 而是帮你达成目标的方式 自律归根到底就是身体和心的博弈 作家吴小波说过这样一句话 每一件与众不同的绝世好东西 都是以无比的勤奋为前提的 要么是血 要么是汗 要么是大把大把的好时光 当你将自律做到了极致后 你就会明白 你对自己的狠心和坚持 就是人生路上最大的宝藏 自律的过程虽然难熬 但自律的人生最后都很美好 曾经三十岁 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 已经是职业生涯的分水岭 在C罗的身上三十岁却是巅峰 这样逆天改命 是因为他广为人知的自律 他的体检结果令人瞠目结舌 15年来 体质率一直保持7% 远远低于球员平均体质率11% 虽然他已35岁 却还能保持24岁的体格 并且球技也依然保持着高水准 这源于他常年的饮食控制和训练计划 央视采访他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99%的时间都是自律的 只有1%的时间会稍微放松一些 C罗正因为对自己如此狠 他的巅峰状态才能保持得异常持久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你最深刻的错误认识是什么 点赞最高的回答是 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后来才发现自律者才会有自由 自律的人能够更好的 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这种一切皆在掌控之中的安全感 才能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只有对自己严一点 狠一点 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 抵制外界的诱惑 才能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 活出自己的精气神 越自律越自由 越自律运气越好 人生越精彩 自律的人生 自带光芒 俗话说得好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努力得越多 你所收获的也就自然越多 而每一个真正优秀的人 都有着高度的自律 都能狠得下心来对自己 这种狠心在外人看来 是一种对自己的残忍 但对每一个深陷自律的人 而言却是甘之如疑 就像李孝莱老师曾说 当一件事情变得你真正热爱 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它时 就根本谈不上坚持两个字 因为你骨子里就非常愿意做爱 舞蹈皇后杨丽萍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身材依然苗条如少女 她曾接受采访 有人问她 你这么瘦 每天吃多少食物 她打开自己的饭盒 里面是一小片牛肉 两个小苹果 这就是她的晚餐 而且是在高强度的舞蹈训练时 所食用的饭量 杨丽萍说 如果自己变得很胖 就是对观众的不负责 只要有演出 就肯定不吃东西 不喝水 记者继续问 饿不饿 她回答 热量已经够了 你看我还不是照样跳舞 从没有倒在舞台上 所以杨丽萍哪怕六十岁 也依然是舞台上最轻盈的孔雀公主 浑身散发着仙气和灵气 当一个人将热爱深深 递刻入自己的骨子里 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为了这份热爱 舍弃一些东西 克制一些欲望 至此 这份热爱 也就变成了自律 心甘情愿的自律让人坚定 让人心无旁骛 更让人飞得越来越高 有句话说 种下想法 就得到行动 种下行动 就得到习惯 种下习惯 就得到人格 种下人格 就得到命运 这句话所说的 就是自律 自律就是对自己狠一点 再狠一点 然后你人生的层次就会高一点 再高一点 生活总会奖赏一个自律的人 所以成功的人生 无它 自律而已 愿我们真正成为自律的自己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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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